你如何理解 鱼与熊掌不可兼得这个道理 这有意思啊 鱼与熊掌不可兼得 这个应该是孟子的这个 于我所欲也的 就是摘出来这句话 原文我的理解就是 不是说鱼和熊掌一定不能兼得 而是在你没有能力 去得到两个东西的时候 你只能选择一样的时候 你是怎么样去权衡 哪样对你更重要 那你怎么权衡呢 比如说爱情与面包 你怎么权衡呢 我觉得面包更重要 那如果你男朋友经济条件非常好 你找了一个很清闲的工作 他家人也反对 说你女孩子别在外面 泡到露面里以后 当少奶奶就行了 你怎么办 你这鱼与熊掌你怎么选 我会非常生气 就是我因为 你生气也没用 不是你男朋友的意愿 是你公共婆婆的意愿 那我就离开他呀 你为了你公共婆婆的意愿 就离开你男朋友 说明那个男人人格不独立嘛 对啊 他为什么不能支持我 他父亲有重病他得孝顺 他这时候不告诉你 你是编剧啊 我就是导演的嘛 我这是考你应变的问题 就这种情况下你怎么办 我觉得如果就是离不开的情况下 我肯定会 像你说他父亲重病 我可能会照顾他一段时间 但是我不可能把我的人生全都 我不理解 为什么你去照顾他呢 如果是我女儿的话 我就不会让他去照顾他 周一家 我认为我们现在都不了假设性命题 假设性命题 假设性命题在职场中 很难往前推进 因为这时候是随着心情而变化的 根据他现在的现状有关系 来 我们回到这个问题本身 没有选择就不会有痛苦 我相信各位老板在十字路口 或者是在很多生活状态当中 都遇到过类似的问题 有谁能够讲一个 自己生活当中极致的 选择性的痛苦 有没有 必须取决的 我讲一个嘛 大家其实很好奇的是 我为什么能 一年半瘦50斤这个过程 那我其实我今天讲去讲 鱼和熊掌中 最重要的一个选择问题 我之所以能瘦下来 是最重要的是 我当时有一年半 我放弃了在商场上 进一步耕耘的一个想法 因为我当时身体已经出了状况 我已经三高 185斤的状况 我再这么走下去 医院都会说 你这才多年轻啊 你就已经这么 当时肚子特别大 所以我就在考虑 我如果再去赚钱 我赚了再多钱 如果没有身体去享受 我是一无所有 所以我当时果断地 我说生意我可以先不做 我能把身体连 所以我这就是 当时发生在我生活中 鱼和熊掌 最重要的一次选择 我觉得这个 这也真不成立 因为你这么一说 你24小时都在健身 我觉得他是第一时间 先选择了健康 来来来 再来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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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说一下 我真不是做广告 因为我们做摄影 做了八年 只做人像摄影 别人都问我 你什么人像摄影 我说我就是除了婚纱照不拍 因为婚纱照 如果我们要是做 其实赚钱的机会太多了 但必须要取舍 舍的是 我们不能随便做一件事 三年就能被人超越 而是自己练好自己的内功 所以我是觉得 这个他刚才讲的选择非常好 这个例子跟我们 我的上一任主持人 张绍刚也是一样 他说不干就不干了 他退出 说不钱不挣就不挣了 回家带孩子去 其实也是类似的道理 来 三月老师 这道题考的是什么 其实是很朴素的一个道理 任何选择 任何事情 发自本心 其实就是你价值观的一种取向 我用一个接地气的方式 来问你好吗 我还有两天 我要飞西班牙 先飞马德里 你对我有什么建议吗 整个行程 您在那待多久呢 待半个月吧 待半个月 对 首先就是气候上的 我觉得西班牙冬天不是特别冷 然后呢 您可以戴一条秋裤 然后在外面戴一个外裤就可以 然后其次就是 在饮食上 推荐您就是多去尝一尝 西班牙一些特色的菜 然后比如说海鲜饭 比如说土地 那个土豆饼 以及它的那个非常好的哈梦 火腿 然后第三点就是 希望您注意安全 OK 谢谢 格格知道为什么我问你这道题吗 面试官在跟你谈的过程中 你看似我们是跟你闲聊 其实在结构化面试里面 没有哪一句话是废话 最初的 前面的三句话 其实是你最真实的想法 同样一个问题 刚才在化妆间的时候 我已经问过嘉勇了 嘉勇跟我说 你哪天到马德里 咱们俩通过电话 或者你给我发个微信 我请你吃饭 这是第一句话 第二句话是 你要早点说 我请你去我的商学院 讲一天课 但是你所有的回答 都是很生活 很接地气 很温暖的回答 你其实你 你自存高远 但同时你是一个 很温暖的人 你虽然学的是 西班牙语这个语种 和我们稍微遥远一点 但是其实你愿意做 比较接地气的工作 是这样吗 是的 对 所以我的问题是说 郑哥你选择的就业方向 一定是西班牙语的 这个就业方向吗 我希望能和西班牙语相关 尽可能 能让我用上这个 我问你一个特别 基础的问题 就是你知道西班牙的 大概的GDP和人均收入吗 不知道 对 所以你其实都不了解 你以为西班牙语 真的是一个能让自己 生存发展的这个能力吗 我都说了它就是个工具 那我们把这个问题反向问 就除了西班牙语 你现在还有什么能力 英语 我是想考考它英语的能力 因为它这个讲的话 它是这个北京 这个英语配音大赛第一名 因为这个英文的话 你知道英语的用途的话 会比西班牙语 再中国的话 那你来吧 来吧 来吧 Hello 嗨 正哥 OK since you have been in Spain for a year so I want to ask you about your travel experience in Spain like what are the places that you like the most and why I've been to a lot of countries in Spain and in France in Spain I suggest you to go to the countries like for example I don't know how to say it in English but in Spanish It is Canaria Canaria and and Malaga Malaga They are very beautiful countries Why do you pronounce the Spanish name in the Chinese name Actually you could use the Spanish name like Picasso Pablo Picasso Everyone could understand that OK Why Why I don't know Maybe I'm very nervous 总体来讲 我觉得它的英文 还是可以 不如它的西班牙语流利 真实话 但我觉得还是可以 很久没有说英语了 很多词很像 然后就会弄混 所以当时 就花很多时间在思考上 我想问一下三位老师 在刚才这两轮面试的 过程当中 据你们的观察 这位选手的优点 除了陈浩所说的 外在和品位之外 还有什么别的优点 它确实在语言天赋上 展现出来 所以跟我们普通的 这个消费者去沟通 和交流的时候 应该是没有什么 它的问题 但又有时候 做到接下来 可能做到管理 去跟更多更复杂的 这种思维结构人去沟通 可能还没有达到 那种理想状况 那除了西班牙语的 你认为他还能够干哪些职位 应该跟人打交道 他现在是可以的 还是有一定的亲和力 对对 亲和力就占了他优势 对 200一天 最好是沈阳和北京 大家斟酌着留岗位 第二轮选择去沟通 还有实战争 来 方毅 优漫的给你提供的职位 是我们市场营销的职位 工作地点在北京 好 谢谢您 我提供两个职位给你 一个是我们的人力资源部 就是人事部这一块 另外一个是我们的营销部 我给你到岗位是这样的 我有两个 一个是国际化的产品部 第二个事情是 你可以与国际化的 包括像海外的这种 语言语音的团队 进去对接 这种稍合作 他这里给你的是 创新研发部的管培生 很多岗位适合你 一个是我们优胜网校的 配音主持课程的 网络达人 我们会包装 希望你别换好这些粉丝 另外一个是我们的 国际游学部 你可以带着孩子们 去出国去游学 那么我CTO给你提供的岗位 是销售助理 或者是市场助理 好 谢谢 第一个岗位 你就可以做我的课程助理 第二个就是我们和 咖啡之意的时尚之意 包括我们有很多的 这些合作项目 我们会去西班牙 充分地去选优秀的 这些大厨做的优秀的餐品 充分发挥你的 买手过去的功能 这样你可以在里边 马上就发挥你的作用 工作定演在北京 好 谢谢 我给你的岗位 是一个企划的工作 岗位是我们 奥英龙草的客户经理 好吧 好 谢谢您 可以给你提供一个 英语实习生的 这样的一个岗位 好 谢谢您 好选吗 灭表八战留下两战 好 还好 是吧 那就选吧 去吧 来 写下你们的薪酬 两百六 两百 来 这样的薪酬你满意吗 满意 为什么满意 就是我想问一下 以后有没有转正的机会 这转正机会肯定是有的 你可以问一个问题 两位都是在北京 对吧 您是 我工作地点在传媒大学 我们总部在国贸 然后我们公司有咖啡厅 健身房 我认为其实你选地点 不是你优先考虑的 你现在更应该考虑 因为你过去 所有的职场履历中是空白 你应该选一份 选行业吧 对 选一个行业 因为是你要思考的 坎率地来讲 我觉得这个出发的第一步 很重要 一个是你去的这个行业 给你带来的培训 和你对职场的 这个正确的观念 还有就是你接触到的 企业规模 给你的这个架构感 也不一样 你们俩之间 怎么火药味这么浓啊 没有没有没有 好 另外是在灯亮起 还有机会 有没有260以上的 有没有超过260的 260第一次 多少 多少 260第二次 第三次 多少 三百 有没有超过300的 三百二 我就等着他先说 有没有超过320的 多秒 五 四 四百二 四百二 有没有超过420的 五 四 好 把另外纠短弄灭了 来 为什么加到420 我给你加钱 就是我非常喜欢你 因为你就在那里 没有呢 我跟你讲啊 这像招聘吗 都是专业对专业 你那个是什么 你就在那里 皮他不讲了 不是 我问问政哥 你知道他是做什么专业的吗 我种菜的 种菜的 奥一奥草 不是 你可以这么说 说你的菜很好 但是包装太土 需要有品味的人来照顾它 姚一波啊 你说种菜了 在这个时候出价是需要勇气的 否则的话 你一旦登上全台 就会促成他们形成联盟 把你淡掉 我很少留灯的啊 这个郑大哥我告诉你 我已经大概60个求职者 我大概你是留的第三个灯 这点我证明 这姚一波这个嘴是笨 但是他不撒谎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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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现在问一下你 郑哥 姚一波出四百二 邀请你去他那儿任职 你现在思考十秒 是否愿意让姚一波 代替这两个男人 其中的某一位 来 十秒 你的答案是 谢谢您 刘总 为什么 因为 我后悔的 我们对钱没兴趣 为什么 表格一个想要的 为什么 我对钱很有兴趣 但是我还是 因为心里已经想好了 要去哪儿 那咱们后期 说得特别好 我觉得 没关系 后悔了后期 咱们线下可以再勾搭 没关系 好 最后再思考十秒 在他们俩当中 做出最后的选择 你们紧张吗 与于是你们艺人 再说一句话 你的特性 包括你目前所有的专业 在这里是最合适的 你会绽放你的才华 我觉得这个行胜于言 可以每个公司考察三天 再决定 来 十秒 福能集团 优胜教育 谢谢再见 你的选择是 福能集团 是吧 我对自己这样的表现非常好 因为我觉得已经使出了 洪荒之力了 自己真的是一个职场小白 就很多比较专业的词 我以前都没有听过 然后觉得以后还是要学习吧 进入企业之后 我希望能够 不辜负老板的众望 我也会再从几层横头站 然后做实习 争取转正